車水馬路網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行蘭 我們剛過完年 我們台灣的新車市場 過完年的這一段期間 先可以跟大家預報一下 七人座的市場其實會滿熱鬧 有滿多新的車款要推出 如果說以MPV車型的話 近期就會陸續上 像是有Honda的New Odyssey的小改款 以及像是全新大改款的KIA的Carnival 以及4月Toyota的Siena 也要正式的發表上市 那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也是屬於 正七人座的車型 不過它是屬於LSUV的 極具的種類 也就是賓士旗下的GLS 這個車系 不過這個車系其實在去年底總代理已經導入了 GLS的350D 但是在今年的1月底又追加 它導入GLS第一次配飾了汽油的動力 也就是我們今天要試駕的 GLS的450 4MATIC 它是屬於一台4 size全尺寸的正七人座 LSUV 我們今天先來看一下GLS 現在這個車系 過去的一些眼鏡的歷史 它最早其實賓士是把它命名叫做GL車系 從2006年到2012年左右 是屬於X164型的第一代的GL 一直到2013年開始 它出了第二代的X166的車系 一直延續到19年這個期間 那它其實在2016年 也就是二代的中期改款的時候 做了一次命名的變更 就是當時它配合賓士 整個家族的命名系列的改變 它把所有休旅車性都改名叫做 前面是寫GL 後面則比照房車 有大中小 從C、E、S 那我們今天的GLS 就是從當時 從第二代中期改款以後 就改用這樣的命名 那一直到了2020年它又推出了 我們今天試駕的這一次屬於 第三代全新的X167型 那除了總代理目前引進的 有350D的柴油動力 以及今天的450的汽油3.0的渦輪增壓動力之外 之前總代理也發表過一台 大家應該也看過一些新聞 也就是它改用了麥巴赫這樣的一個 更奢華的品牌的GLS600 那在國外的話 它以這顆引擎的話 還有像是GLS的580 以及AMG的GLS的63等等的車系 那在售價的部分 國內的GLS的350D是469萬 那今天的450 Thromatic 則是495萬 不過一樣依照慣例 每次賓士總代理給我們的試駕車 都會有非常小複雜的選配 所以這台車我們等一下會陸續講到不同的選配 它現在的車價已經來到了584萬 好接著我們來看車系外觀的部分 如果以今天的三代GLS來說 我覺得相較於前面的一代二代 它比較走的是屬於現在當代賓士休旅家族的特色 比較圓潤風雲的造型 不過如果以跟他們自家 我們剛剛有聊到不同尺碼 GLC、GLE跟GLS來說 除了尺碼上有一些差異之外 不過老實說有時候在路上 旁邊一台GLE或是GLS開過去 真的要稍微想一下或仔細多看一下它的特徵 你才會分得出到底是E還是S 我想這是目前近代的賓士他們不論是房車或休旅車 我個人覺得都有這樣的一個造型上 比較不容易讓一般的車迷一眼就分辨出來 再來看到今天三代GLS 首先水箱護照是霧銀色 然後帶一點鍍鉻的點綴 雙橫炸式的 然後裡面當然有很大的三芒星的屏標 是有A-23P相關的感測功能 然後再來看到整體的外觀 450直接原廠就是給你AMG-LINE的外觀 然後在頭燈的部分也很有看頭 它也是配備了賓士的多光束頭燈 也就是除了有遠近光燈的切換 以及自動的遠光燈的光型遮蔽等等的功能 原廠規格說它裡面擁有84顆的LED 去做很聰明的光型變化 再來看一下保桿的下半部 我們剛剛有講過AMG-LINE的造型 它在兩側的進氣壩也有兩道的橫炸的鍍鉻 然後在保桿的下面也會看到有一些 這個感測雷達以及這個Logo的下面也有一個鏡頭 所以它也擁有像是感測以及環境的相關功能 再來看到車側的線條的部分 那今天GLS如果相較於前代的話 基本上它是算放大了蠻多的 那如果以車長來說它現在已經來到了5米2 軸距部分也比前代加長了6公分 來到了3米13 但車寬部分它也有2米 較前代加寬了大概2公分 車高則是放低了2公分多 它現在也有182的車高 另外看一下它上面有大尺寸的全景天窗 以及原廠的霧營的行李箱架 再來看到它在照後鏡的下方 也會有360度環境的鏡頭 以及也有照地燈的裝置 然後車側它也考量到 我們剛剛講它的車身的高度是比較高的 所以在上車的時候 它也原廠就有做一個燈車踏板 不過看得出來它的燈車踏板的 這個深度比較淺 這樣一來的話在上車的部分 我覺得上車是有一些幫助的 但下車部分可能腳部的 落腳的位置就不會有這麼好用 再來看到它的胎圈配置的部分 原本GLS的450 它配的是21吋前275後315 不過今天它已經選配加價了7萬多 變成了22吋前285、325的配胎 看起來是非常的帥氣 然後裡面的煞車碟盤 我覺得還算可以它的大小 不過原廠的選配表上 你也可以再去換加大碟的配置 在從車側往車尾走的過程中 你會發現它的吸柱低柱中間的這一塊玻璃 也就是我們第三排乘客 往外看的這個玻璃 從外觀看還滿大的 然後再來看到它的後檔 也可以看得到 它是做的比較垂直方形的線條 所以可想而知它會讓它的乘客 以及行李箱空間 有更好的一個進化表現 再來看到車尾 我們剛剛在車頭就有聊過 覺得他們賓士休旅之間的這個家族特徵 其實太類似了 它有一些家族共用的設計 包含像是LED的尾燈 它也是用這種內外雙劍式 然後包含像外部的裡面 它有這個三條式的這樣的一個特徵 其實跟GLE都滿類似的 然後除此之外 它在車尾箱門有貫穿的鍍鉻的飾條 然後保桿的下部 GLS450的版本 也多了AMG Line這種鍍鉻比較豪華的氛圍 然後左右有兩邊方形的 這個排氣的尾飾管 我們有特別看一下 它其實真的只有裝飾 實際的排氣管是靠 右邊往地下的單出的設計 接著我們就來看它的 後形李箱門的空間表現 好 那我要是放在身上 我們來踢一下 它的尾門也是有主體感應式的 打開以後 你會發現其實它的車高高之外 尾箱門開啟也蠻高的 當然你可能要再做一些高度的調整 來對應你車主的身高 打開以後會看到它的配置 這台車是正七人座232 當然你也可以選配第二排 是獨立的兩張座椅 成為222的六人座車型 好 那看一下現在它在三排座椅的情況下 剛剛有講它的尺碼外觀放大 那在行李箱容量 七人座的狀況下它有355公升 然後你如果把第三排兩個 五五的往前收納以後 它則可以擴充到890公升 第二排也可以做前幾收納 擴充到2400公升 所以它的不同的擺置的方式 獲得的行李箱容量都叫前代 是有很大的進化 然後說到它的椅子的收納部分 之所以稱它會是LSUV 它在美國當地市場的對手 也就是像我們之前也試過的 BMW X7這樣的車子 那X7有這種全電動椅子 當然賓士也不會少 所以它的第三排的兩張電控 是透過靠右邊這邊有按鍵 你把它按一下 它就會獨立的收起 不過你要稍微再按了以後 大概等兩秒鐘左右 它才會作動 另外在第二排的部分 也是電動的 是靠我這一邊 那一樣我們來把它前傾收納 它是用64的方式做平收的動作 然後在我這一邊還有一個顯示是 二我的意思 也就是當我把它按下去的時候 它是五張以及同時會做恢復的動作 所以它算是非常豪華的 全電動的二三排的收納 另外它在右邊這邊還有一個 其實蠻多這種休旅車都有 也就是它利用它原廠的氣壓懸吊 配合你車主在上下行李的時候 可以做車高的調整 另外我們在試這台車的時候 打開它的後行李箱杖板 也發現一個蠻有意思的 其實你猛一看會覺得 沒什麼特別的地方 就是有備胎 但是它又有千斤頂打氣機的配置 而且它的備胎的扁平比薄的離譜 我們剛剛把它拆下來看 其實它算是歐洲車比較少見的備胎的配置 它是需要當你爆胎了以後 先把這個備胎裝上去輪圈 再用打氣機把它充氣 才會有真正的備胎功能 我覺得你從GLS450一發動的瞬間 你就會感覺到 它畢竟動力因為有多了賓士的EQ Boost 48V 所以在啟動的瞬間你會發現 它的引擎的震動非常的微乎其微 而且它的隔音做得很好 不過有時候我們今天試車都要再三的確認 看一下轉速表到底引擎啟動了有沒有 然後在啟動過程中我覺得GLS這麼大一台車 它的啟動有的Push Start還蠻可愛 還蠻秀真 小小的坐在這個位置 然後它旁邊也有這個 載速熄火的起地功能鍵 好 坐進來以後 第一眼的這個視覺 就像我剛剛在車外有一直強調 我覺得它跟GLE的佈局也真的 蠻類似的這個重複的程度非常高 然後還是來看一下它從上面 中間這邊有一些音響的喇叭配置 在儀表牌上也有皮質的包覆有縫線 然後今天這台車也是屬於認證車 現在看到的這一塊飾板的部分 原廠有特別說它是屬於 軍屬的編織紋也是屬於選配 但是之後是沒有開放給車主做加價選配 那到時候它的標配會是霧面的橡木紋 以及有不同的像是橙木紋等等的材質可以做選配 然後再來我講跟GLE很像 就是包含這個四個方形的空調處封口 也是跟GLE非常類似 然後下面也是有賓士他們招牌的 64色的氣氛燈 另外再往車頂來看它有標配了電動的 很過癮的很大面積的全景的天裝之外 它也有加價選配了黑色的車頂 好那再來看到在一些駕駛介面周邊 首先來看到座椅的配置 它當然也是黑色全車的真皮的座椅 然後前面兩張除了有一般我們常見的 加熱通風功能之外 這台車也加價選配了進階的舒活套件 包含有像是手套箱裡面有相分的套件 以及它也多了一些按摩啊像熱石啊 massage等等的一些相關功能 讓它可以快速的加熱 這是屬於進階的舒活 那整體做起來 我覺得以這一類的SUV當然講究的就是舒適性 然後它在腰靠的部分 其實也做了支撐包覆效果也都還不錯 再來看到方向盤的部分 它是三幅式的NAPA真皮包覆 下面也是平底的 不過它在3.9點的這個控制介面的部分 看得出來它還沒有採用全新 像是E-Class換的這種電容觸控式的配備 後面是有換檔撥片的功能 這麼高級的車 當然它的四項調整也是電動控制的 再來看到上面的控制介面 左半部我們剛剛車頭有講 這台車是有標配賓斯23P的相關的介面功能 我們等一下動態再來做體驗 上面它有一個電控的一個小觸控的地方 你可以控制它前面的12.3吋的數位儀表 那這個其實也是之前賓斯很多車系都已經採用了 包含GLE兩個12.3吋儀表以及MBUS的主機 那靠右邊的話則有電話接聽以及音響音量 聲控接收我的最愛 那它也有一個觸控的小面板的地方 你也可以用手指去做這個主機的相關功能的控制 拍頭往前看的時候也會發現 有一個尺寸非常大的HUD拍頭顯示 它是加價6萬9的選配配備 好 再來看它的主機 我們剛剛也有聊到MBUS的介面 包含Mercedes-Me的可內相關功能 然後進去以後 其實也都不陌生啦 除了媒體音源舒適模式 就是我們剛剛講了進階的 這個座椅的按摩加熱之外呢 那它在設定進去之後 這台車我們剛剛有講到它有48V 除了動力啟動相關的幫助之外 它也有控制一個 它算是這台車選配的配備 也就是E-Active Body Control 就是之前GLE 我們都會稱呼它是所謂的 有點像美國Lowride的跳跳車的功能 它其實是附加在原本的 Aermatic的氣壓懸吊的基礎架構之下 再加上48V來控制這個懸吊獨立的抑壓的機構 然後讓它來做一些越野模式的路況對應 那它的啟動方式 你可以第一個是從這個觸控面板進去以後 選下設定功能 然後按下輔助 它這時候還不能啟動 那我們現在車啟動了 你要把它有兩個動作 Dynamic Select 駕駛模式 先調到 Off-road 的越野模式 包含排入低檔踩的煞車以後 好 這個時候我們再來看一下 它的越野輔助就啟動了 點進去以後它有分成上下兩個功能 第一個就是我們這樣的沙地脫困了 就是有點跳跳車 你按下去以後 車子就會開始自主的 原地的這樣擺盪的上下啟動 讓你脫離這個沙坑的惡劣的路況 那下面的這一個功能的話 則是屬於四個輪的懸吊 都可以獨立做高低的車高限制 讓你做不同的 Off-road 的路況追音 再往下看它有一排的空調實體按鍵 基本上全面是屬於雙區的恆溫空調 然後在中寶的部分 我也覺得這個部分其實跟 GLE 蠻類似的 不過可能因為 GLS 有我們剛剛講的 一些 Off-road 的對應功能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握把的幅度 做起來是比較高 不過還是會有點納悶了 這麼高級的一台 LSUV 我相信會拿來真正做越野的車主 應該會比較少一些吧 好 那再來看到它的中導 這一塊飾板 亮面黑的 打開往上推以後 你會看到這邊其實是有原廠的 QI 的無線充電面板 然後旁邊也有兩個 USB 的插孔 包含 Apple CarPlay 的對應 然後它也有傳統的電源座 它還是有點煙座的功能的 另外兩個置杯架裡面 它有一個按鍵也可以做冷藏跟加熱的功能 真的是蠻豪華 好 那再來看到中央的部位 還有觸控的手寫板 也就是說這一台 MBUX 的介面 除了有剛剛我們講的用手的觸控功能 這邊也有手寫 然後另外它也會有像是 你好冰式聲控的對應功能 在這個手寫板的左邊也有一排按鍵 包含 Dynamic Select 就是 Drive Mode 那它除了有我們常見的 Sport Plus, Sport, Comfort, Curve, Off-Road, Eco 不同模式 它其實每一種模式 你在調的過程中 你都會發現其實車都在做 不同的車高的設定 然後再往下看 它還有像是360度的環景 功能非常多 前面、側邊、後面 都可以做不同的視角切換 然後還有一個車輛符號的按鍵按下去 它其實就是我們剛剛講的一些 設定功能的快捷鍵 在右邊的部分 則是屬於音響的音量調整 以及導航音源以及電話相關的功能 然後在手寫板這個手銬的下面 也有一排的按鍵 其中包含像是 你也可以從這邊來做我們剛剛示範的 E Active Body Control 這個跳跳車的脫困功能 以及AND代表的是 變速箱進入的手動的換檔模式 然後車高調整 循跡防滑OFF 以及陡坡環降的相關功能 中央扶手的部分按下去 裡面也有置物空間 然後以及也有一個Type-C的USB 接著我們來看第二排的空間 把它門打開 其實開口角度還蠻大的 剛剛高度燈車踏板我們有講到 好 實際坐上來 真的 它那個踏板的面積真的比較淺一點 好 我來看它的第二排 那GLX這一次第三代精華 原廠有說它強調它的正氣人座 不論是剛剛講的前排 非常的舒適豪華 第二排的三張 包含第三排的兩張 它基本上希望給七個乘客 有同等的對待 我們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感受 先看一下它的門邊 我們剛剛關了以後 有跟剛剛前面一樣的 親屬編織紋的飾板 然後也有電控的椅子的調整 跟前座一樣 然後也有加熱功能 然後也有氣氛燈 然後也有這台車 我們剛剛音響沒有聊到 它也是標配了Burnmaster的 13支喇叭的音響配備 然後看一下它的座椅的部分 實際坐起來 大概從畫面上還是可以看出來 兩側的這兩張座椅還是比較 大腿的深度延伸是比較好 中間是稍微內奧了一點 然後坐起來的感受 它的座椅也是可以從這邊 調到你要的舒適的位置 那因為攸關到 等一下我們看第三排的空間 所以我們把第二排調到 現在是最前面了 不能再往前了 所以它的膝部是非常餘餘的 等一下我們就來用這樣的標準 看第三排 再來看一下後面 以備有三個獨立頭枕 中間它是有扶手可以放下來的 一樣也有兩個置杯架 也可以打開有一個置物空間 先把它收起來 然後在兩側都是有ISOFIX的功能 然後再回來看到它前面的 扶手的後面也是有這台車第二排的 又有兩區的橫溫空調出風口 下面有一個雜物的小空間 以及拉開來看會有兩個Type-C的USB 那除了這邊有出風口之外 再看一下它在B柱這個地方 以及抬頭這個地方兩側也都有出風口 所以第二排我覺得真的是蠻理喻的 然後如果你把座位移到中間這個來說的話 當然以我的身材來說是比較壯碩一些 但基本上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大概椅子稍微就沒有兩側來的這麼支撐度 但腳部的這個隆起的幅度 我覺得也算設計得還不錯 我們接著就來看第三排吧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進第三排的方式 基本上你要把第二排左右兩側 它在椅背這個地方都有一個快捷的鍵 你按下去以後稍微等一下 給它一點作動時間 它會把它椅子舉起來 讓你有一個比較大的進入的角度 好 我們等它停 好 這樣已經停了 所以它開了以後 這個的空間就是讓你進第三排 其實單就目測來說 我覺得好像沒有非常的寬敞 而且你會覺得上去這個腳步 好像會有點要刮到這邊 我實際坐進去看看 好 那我坐進來了 我們坐到第三排裡面來看一下 基本上我們先感受一下空間部分 剛剛我們有講第二排 是我坐的一個比較舒適 已經調到最前面的椅面的位置 但椅背稍微有卡龍到第二排 不想做的太子 所以現在我第三排的膝部 實際大概剩下一個手掌的空間 然後頭部因為它這邊有配合一些的凹陷 大概還有一個拳頭 當然會比第二排來的 稍微有局促感了一些 當然如果你的身高 不像我這麼魁梧的話 我覺得第三排這台車的舒適度 也是還OK的 其實它的椅子 也像剛剛我們有講 前面的五張跟後面兩張 後面兩張是獨立55的位置 坐起來真的也還算是蠻高級感的 然後包含它這個頭枕的設計 然後再看旁邊它也有 兩個Type-C的充電孔 然後也有一個椅背的調整 它是可以給你自己操作 第二排的椅背調整 這是讓你自己做 收納要校車的時候的一個控制鍵 然後再來看一下它在天花板 左右兩側也都有出風口 也有音響的喇叭 然後再來看到就是我們剛剛車外 有講第三排的這個窗戶 我覺得也比一般七人座 坐得更快闊 所以比較不會有視覺壓力 那在右邊的座位 這邊一樣對等 也有兩個USB插孔 以及座椅的調整鈕 但靠下面還有兩個 就是屬於第三排的快捷的收納控制鍵 我們今天試駕的 GLS450 4MATIC 它搭載的動力是賓士的M256 也就是3.0升的直6渦輪增壓 缸內直噴的汽油引擎 那我們今天片頭一開始就有講到 這是GLS在台灣市場 從那裡第一次導入的汽油引擎 那它的最大馬力是367匹 最大扭力51公斤米 另外再藉由EQ Boost 48V的助翼 還有再多22匹的馬力 變速箱搭載的是97Tronic的 九速手自排 原廠0到100 這台車雖然車重頓微不輕 2400多公斤的空車重 0到100只要6.2秒 安全急速可以達到246公里 其實今天一上路我們開到這台車 就覺得這個動力真的 開起來讓你完全不會感受到 2.4噸的這樣的噸位 非常輕快 很有力 源源不絕 3.0升的直6大牌計量的設定 而且我們剛剛在內裝有講到 這顆引擎借由48V的助翼 它的啟動真的是那個質感超好的 震動微乎其微 聲音也做得非常的安靜 所以不論是在掌控綠燈的 代速熄火的啟停 或是你一上車的啟動 包含在我們現在行進間 你如果是以循環 訂駐油門的方式在開的話 你都會覺得這台車的舒適性 隔音的效果 行路感都是非常豪華 LSUV非常標準 但是當你需要重油門加速的時候 這邊我們稍微才不留 現在都還是在Comfort模式 你會聽到從車頭傳來很飽滿低沉的排氣聲浪 我覺得還滿有跑格的 雖然它沒有一些AMG車系這種可變閥門的設定 但是當你油門補下去的時候 其實聲浪還滿好聽的 我們來把它的Dry Mode調到Sport Plus 比較運動化的模式之後 包含引擎動力變速箱懸吊的阻尼 反向也變得更緊實更精準 好這邊我們來換到超車 大腳油門下去 非常源源不絕 一下子速度就來到120kmh左右的速度 加速感非常好 當然這對於這麼2.4噸的車 加上可能你載了5、6個人 6、7個人滿載的狀態 我相信動力表現都不會讓車主失望的 方向盤後面也有換擋波片 對擋 9G Tronic 效率非常好 再把它恢復到Comfort 我想買這種車一般的車主 大多數時間應該是用Comfort開就很好用了 好那這顆引擎在能源局的油耗部分 換算過來的平均油耗 大概1公升是由10公里左右上下 好那在底盤的設定上 除了我們剛剛在外觀也有聊到 這台車原本GLS的標配 Airmatic就是我們講的氣壓懸吊 可變阻尼以及車身水平的維持等等的 基本架構之下 450 4Matic它又多了48V的注意 以及它選配了41萬的E-Active Body Control的 這種液壓控制 我覺得整個的行路性 因為我們沒有去實際開這台車開過 沒有E-Active Body Control的 原本Airmatic的狀態 但我相信它在選配了這一套E-ABC的選調之後 我覺得整個的行路的質感變得更舒適好做 我們剛剛在今天一路試車過程中 也有問坐在後座的同事 我們攝影小劍等等 大家都說 其實這台車的舒適性 真的是非常好的一台車 像我們在這樣的一個 稍微帶點速度的彎道中 你就會發現其實它的頓位這麼大的一台車 但是在車身的側傾抑制 還是滿硬朗的 迴轉半徑 因為這台車的尺碼 3米多的軸距 5米多的車長 然後加上22寸 前後配的胎圈 所以它的迴轉半徑滿大的 有6.2米的迴轉半徑 也就是說雖然它的尺碼不小 頓位不輕 但開起來是很輕快 當然如果你到了一些比較 不論是我們剛剛拍攝的這個巴德停車場 這種室內 比較狹隘的空間的地方的時候 你還是要稍微去適應一下它的 車身的板件的尺寸 而且它的引擎蓋隆起的高度 還滿高的 所以對於這個車距的盼位來說 也有一些輔助的視覺幫助 不過我覺得它的A柱的死角 A柱做的會比較厚實一些 稍微沒有這麼好 過彎的時候要稍微注意一下A柱的視線視角 另外這台車它搭載了4MATIC 就是四輪傳動 那就原廠的資料數據顯示 它的驅動的配置部分 前軸最多是在0-50%做調配 自動的切換 後軸則是50-100%做出力的調配 隨時提供車輛一個最佳的行進的 前後的處理配置 其實你從車內的動態表 或是從抬頭顯示器 也都可以看出來 其實在一些直線行駛的時候 它還是維持後輪後軸處理多一些 另外這台車在安全配備的部分 賓士的車 向來也都有很高規格的配備等級 像它原廠就標配有酒氣囊 然後也有23P的主彈配備 包含很好用的全速域的ACC的自動跟車 以及車道維持至中 現在我們在高架 就來設定一下 好 以前啟動 依照速顯示我們設定80 它的車道標線也都綠了 然後車距我們把它設定在中間的兩段 然後趕車道前面的車 這是在自動跟車的狀態下 所以我稍微放一下 對 就是車道維持在至中的功能 另外這台車也有配備像是 RCT-A、RCT-B 後方車裡有警示 包含會自動煞車 以及照後鏡上也有車側的盲點 像現在旁邊也有過車經過 我還打的方向燈 它就會鼻鼻鼻鼻心我了 當然賓士多年以來的 Presafe的安全配備 它也都是有的 那我們今天再試這台車的 AIDAS的部分 我覺得因為可能是它的盾位比較重 所以它在ACC的加減速 甚至像是全輸率 我們現在煞車 紅燈前的這個煞車的時間點 包含它到開始自動到停的過程 感覺比較不像我們過去 市兵師一般車系 Brain E-Class啦 C-Class啦 或是一些GLA啦 等等的車系 來得這麼的舒適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盾位比較重 所以它在煞車的這個控制力道上 你要去適應它一下 好我們今天試駕完了 GLS450 4MATIC 我覺得它就像賓士給它的定義 就是他們賓士休旅車中的S-Class 非常的舒適豪華 開起來也非常的好開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的預算不是問題 想要給家人一個超舒適豪華 寬敞的大空間享受的話 相信我GLS絕對可以滿足你的需求的 好我們今天試車就到此告一段落了 別忘了持續關注 我們車水麻農網頻道 以及我心態迅龍的粉專 時間差不多 我要去還車囉 掰掰 好 好 好